飄雪了,下起三月雪 這是台灣原生種櫻花 霧色櫻 來到武林這個地區 沿著有盛溪、七家灣溪的沿岸 你會看到一顆一顆開白色的花 有可能就是霧色櫻花 尤其是在櫻花季的時候 霧色櫻花可以開滿整樹 就像雪灑在清脆的山脈上面 開著潔白的小花 看起來特別的清新、脫俗 另外一種就是飛寒陰 開的是深紅色的 兩種是相互輝映 當然現在引進各國的櫻花樹種 整個櫻花季真的是岔子千宏 非常的熱鬧 櫻花季也是會讓台灣民眾瘋狂的季節 就像去賞雪一樣,形成一種蜂巢 武林地區它是非常美麗 非常有故事的一個地方 那從這裡也可以去攀登冰河遺跡最多的雪山 台灣第二高峰 它長時間積雪非常的美麗 那冰河的遺跡特別的多 上去有雪山的冰斗 有黑森林 有雪山翠池的玉山圓箔 都是難得一見的景致啊 世界級的景觀 所以武林這個地方 真的是陶淵明底下的武林聖境 春花三月 正當賞花客瘋狂追花盛進武林 我們也盤算推敲著天氣預報 時機一到,出發 這回果真等到了三月雪 這可是MIT台灣至十幾年來 從未算準過的下雪日子 尤其是在雪季的雪山 三月初的京執過後幾天 雪山下了一場大雪 已經在三六九山莊等了兩天的我們 終於將一列長長的重莊列車 開上雪白透亮的枝字坡 此去前途將是一片大號 漂亮啊,這個浪灘啊 真的太漂亮了 整個三六九後方都是 一片雪坡啊 但這是你上去的 後的南邊 對 開始了 加油 下大雪了 漂亮啊 難得有這樣的風景啊 對 天氣又那麼好 火龍,可以嗎 有 有嗎 有了 真的有的時候拍攝真的是可遇不可求 真的靠老天啊 不過這次老天真的是被我們非常的眷顧啊 下這一場大雪喔 可能是今年最後一波冷風了吧 可以看到這樣銀白的雪的世界 下過一場雪後 太陽出來 藍天乍線 看到這樣的景色 真的是不需此行啊 又來到最近北國風情的雪山黑森林 雪山這片黑森林可以說是台灣最漂亮的一片冷山純林 那台灣冷山它的特性就是樹幹又粗又高又直啊 如比蘇天啊 直向天際 那在雪山這個地區喔 我們可以看到一整片的台灣冷山森林啊 那尤其在隆冬季節喔 下著雪鋪滿地上就像鋪著白色的棉絮 搭配著冷山 特別有北國的風情喔 一般要看到冷山這樣的黑森林喔 在平地地區 大概要在北半球 在緯度蠻高的地區 大概北緯50度60度這個地方 那越往南它的海拔分布就要越高 那比如說到日本 有到北緯40度 30度 那可能就要到海拔 1000公尺或2000公尺的高山 才可以看得到這樣的黑森林 那繼續在往南 到台灣這邊已經是北緯23度多了 就是北緯的龜泉會經過 竟然還可以看到這樣的台灣冷山喔 形成的黑森林 這是非常稀有難得的 那就是因為台灣有高山 有200多座的高山喔 所以它在台灣的分布就是 分布大約在3000公尺以上 所以這是世界級的景觀喔 每次走到這片森林喔 真的都覺得很感動喔 漂亮喔 唉 漂亮 太美麗了 都不想走了 各位在這邊一直拍照 行見在冰雪不斷陡落的黑森林裡 每個人都像闖進了 裝飾著聖誕薑餅屋的 格林童話世界 這座巨大的薑餅屋森林 沒有黑森林女巫的沉睡魔咒 也不需要對抗邪陵魔獸的勇氣 我們在不同的季節幾度穿越過這片森林 卻從來不曾在有著暖暖春陽流泻 矮矮矮白雪覆蓋的冷山林下走過 走出灑滿糖霜的森林 我們將再一次地感受冰與雪 亘古風藏的奇緣 老師 冰斗它沒一個定義 冰斗其實它定義是冰河的源頭 冰河源頭不見的是冰斗 有的冰河源頭很可能是像南虹大山冰茂 或者是這個冰河源頭它沒有任何的地形產生 所以如果冰河源頭能夠產生這種圓弧形的挖地 這樣的挖地我們才稱為冰斗 雪山一號冰斗它的規模全台灣最大 在冰河時代的時候這邊的雪累積很快 我有意思的是它為什麼可以形成這麼大一個 全台灣規模最大的 除了它位最北邊之外 然後它的坡向是東北邊之外 主要就是因為它夏天累積的冰雪比較多 很奇怪 為什麼不是冬天累積 冬天更冷啊 那夏天為什麼累積會冰雪 我們會設想一下冰河時代的時候 這裡是溫降大概像8-10度 8-10度大概是雪線下降到1300-1400 換句話說有點類似今天的青藏高原 所以如果你到青藏高原 夏天去的時候會碰到大雷雪 所以很快速的累積量 所以是夏天累積這邊冰雪 所以才能夠快速的把它挖出 這麼大一個冰斗出來 冰斗形成的原因是大量的降雪 堆積到一個厚度時 雪變成冰 重力從山頂向山下移動 產生旋轉挖石的力量 今年累月 挖出一個圓弧形 像漏斗的挖地形成冰斗 冰河消退後 挖地下雨積水形成冰斗湖 雪山翠池是台灣最高的冰斗湖 而雪山一號冰斗 是雪山冰斗群中規模最大的 躺在背包多日的雪地裝備 終於露臉 我們踏尋著萬年前的冰河谷流路 翻越冰斗 前往美麗夢幻的雪山翠池 好 這一段路危險大家要注意安全 好 小心這一段路很窄 冰雪岩 天空之路一步一步踩上去 好 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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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氣小白升空 俯瞰我們渺小地走在雄魂壯闊 偽暗俊朗的雪白脊梁上 登上冰斗之園 目送今天最後的霞光細照 在冰河流淌的年代 台灣也是這樣的壯美吧 每一步都是新的步伐喔 熊大哥 每一步都是新的 走到現在 每一步都是新的 而且剛剛下垂池坡的時候 大家都踩得很辛苦 對啊 縱莊走在那個身乾淨膝蓋的那個空穴上面 走得很辛苦 縱莊要進來垂池真的是不容易 尤其那一片上面那邊 有那個岩石喔 那個冰爪踩下去有時候 不小心還會滑 還會滑 垂池 快到了 冰封的垂池 是 我們可以期待 明天一早可以看到一個 完全冰封的一個垂池湖面 非常漂亮 辛苦是有代價的 這幾天都沒有人進來嗎 沒有人進來 對 好啦 那辛苦都值得了 好啦 繼續前進 進森林了嗎 對 有看到一些指標嗎 對 有看到一個雪季指標 好 好 好 多可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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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冬季下雪的季节来到翠池 感觉就像走进童话世界一样 一片银白世界 整个是冰封的翠池 翠池是台湾最高的湖泊 海拔有3500公尺 它是一个冰斗湖 也是由冰河它所挖沼出来 形塑出来的一个冰斗湖 它也是台湾大安息的一个源头 等于说这边的雪慢慢融化之后 从森林里面慢慢释放出来这些水 一滴一滴的 那由这小溪流慢慢就流到大安息去 在翠池这个地方 它最大一个特色 就是它在整个山区这边 拥有台湾最大一片玉山原泊的纯林 那玉山原泊是非常古老的树种 等于是冰河时期来到台湾的 那冰河离开后 慢慢地往高海拔移动 那现在这些原泊 可以说是台湾分布最高的一种树木 所以它等于是台湾第一线的守护轴 所以守护我们台湾的高海拔这个环境 那玉山原泊它的树形就很多样 有比较低矮的矮盘灌虫 那我们在这边看到的 它就是桥木形的都非常的高大 所以这边可以说是玉山原泊的神殿 每一棵可以说都是神仙 两千三千甚至超过四千年 枝条的旋转看起来都不一样 就充满了利与美的那种力度 大家的辛苦都有代价 然后我可以把这样最美 可以展现台湾生命力 台湾美景的特色的景观 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分享给所有台湾的人 能够看到我们台湾这样的美景 那有这样丰富的很独特的生态景观 冰河的古流路确实有种香味 闻到这个香味时 人人会陶醉兴奋 日本地理学家田中勋 当年来到台湾的高山 探查冰河遗迹 发出这样的赞叹 玉山原泊又称香氢香薄 在原泊古墓林中 盘缓久久 不舍离去的麦歌 吐纳着留意过冰冷山峰的薄香 终于领悟出万年以来 冰河谷流露的香味 和那些结宜下来的山椒鱼 玉山原泊一样 古老的灵魂始终不曾离去 冰封的翠池 视线着台湾的前世今生 在三千公尺的高山上 我们从冰雪中得以 斩读万年的天书